台中风源有一间汽车轮胎行 今天凌晨起火燃烧 由于现场堆放了不少易燃物 火势相当猛烈 还燃烧到隔壁的吊具行 幸好两家电总共五位民众都惊险逃出 而另外在家印也发生了火警 有一栋铁皮联动建筑起火燃烧 疑似是电线走火尿载 眼见前方烈焰狂烧 弄弄黑烟直窜天际 车内民众目睹一片火海被吓坏 火势越烧越猛 农烟迅速扩散整条街 民众跑出来围观 消防车也火速到场 消防人员不水线全力灌旧 因为火势猛烈 甚至延烧到隔壁洞 事发在五号晚间六点多 嘉义民雄乡山中村 这一栋一楼砖造 二楼铁皮的建物起火燃烧 所幸大火没有造成人员受伤 消防人员调查起火原因 疑似为电线走火 暗夜恶火也发生在台中 铁皮屋内冒出熊熊火光 瞬间照亮夜空 黑烟狂窜让整条街烟雾弥漫 附近店家饱受惊吓 消防人员货报到场 使用破坏工具锯开铁门 布水线紧急抢救 事发在六号凌晨三点多 风源一间轮胎行 不明原因发生火警 由于现场是联动铁皮屋 加上存放不少易燃物 火势一路延烧到隔壁钓具航 一共波及三户 消防局总共出动了七个单位 十七部消防车 初步评估受到的面积有五百平方公尺 索性轮胎行和隔壁钓具航 共五位民众第一时间都惊险逃出 没有人员受伤 至于详细的起火原因 还有待理清 记者嘉义台中综合报导